Hello,再一次歡迎大家回到來 我們今天阿族的主角嘉賓就是謝家駒先生,KK姐 謝博士是Impact Partners,香港的聯合創辦人 他在二十多年前已經提早退休 但是他有退而不休的精神 他積極推動社會創業的運動 他創立了很多出名的設計 包括黑暗中對話、人人學寫等等 今年謝博士被選為 施雅部社會企業家基金會的 2020年度社會創業前詹詩上架 讓我們聽一下謝博士的分享 有請謝博士 請謝博士,請唱台 我心情很緊張 我經常都很緊張 尤其是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待會15分鐘內 我就嘗試向大家介紹 一個想法 一個想法 只是想法 未曾落地 不過很快會落地 但我很重視這個想法 這是甚麼呢 我叫它做 Vetimium Museum 中文叫做退休博物館 我訂了日期開張 2050年1月 2050年1月 現在開始買票了 大家可以買定票都可以 不過你買票就很特別了 不是買了一張入場券 而是幫忙建立這個博物館 首先 所謂的博物館 可以有很多種形式 當然可以有一個 身體的博物館 租一塊地方 然後就好像館一樣 有很多展物 有很多文字 影像圖片 影片 whatever 但是也都可以是 Online 因為web site 也可以 也都可以有一本書 我會嘗試多種形式 讓它出現 那麼 如果大家去 字典上 retirement 那個 definition 是這樣 retirement 這個字我們經常都說 但我都不知道 withdraw from one's position or occupation Or from active working, working life, and to be in seclusion. 退休是這樣的。 所以在我的博物館裏面,就會介紹給大家, 2050年,回頭看以前的人是怎樣退休的。 我要宣佈一下,我不是想推廣退休, 我想推廣reviament,reviament這個字, 中文翻譯叫做進休,不是退休, 進是前進的進,休是優秀的休, 意思是進入一個更優秀的人生階段, 好轉改變你的思想,不做事還是可以海闊天空的。 我就reviament了20年了, 這20年就是我最燦爛的日子, 不過我看我最燦爛的日子都未出現, 是未來,可能20、30年。 OK? 我現在很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你進來這個博物館, 你會見到甚麼? 第一呢,就會有一個退休的簡單的歷史, 你會發覺很短的, 大家想想,你可不可以說不可以聽, 退休這個概念,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有多少百年歷史呢? 二百多年而已,二百多年。 然後呢,這個呢,就很重要的, 我去年看了一個video, 這個video介紹全美國最大的retirement village, 在亞利桑那, 他大到怎樣呢? 五萬多人在這裡住的, 退休, 就有哥爾夫球場, 不出奇, 不過你猜猜他有幾個呢? 不是一個, 不是兩個, 不是三個, 是六個的, 在retirement village 前面。 那個video裡面介紹那些, 退休人士的日常生活, 很happy的, 什麼都可以玩的, 今天玩這個日常, 明天玩這個日常, 晚上就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簡單一個就好像, Everyday cub mad, 就是, 看著, 每天都度假, 每分鐘都度假。 不過呢, 你一直看, 你就會很震驚的了。 其實呢, 就是這班人, 上了這個年紀之後, 不再工作了。 好像社會就說, 我們不要你了。 你自己有玩一堆, 你喜歡玩什麼就玩不了。 你在這個社會, 不再需要你的任何東西。 簡單來說, 這句就是, 心會懷疏。 retirement village, 這種現象, 現在已經在美國, 或者全世界, 已經有一個反潮流了。 有些人, 批准, 不要再建, retirement village, not even retirement home, 不要建一個complex, 一個living community, 正是退休人, 正是退休人, 在這裡住的。 這個是說美國的。 說, age segregation, 比waste segregation更嚴重。 大家知道, 美國現在還是很嚴重的waste segregation, 但是, age segregation更嚴重。 retirement hom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香港的, 一般基層的家庭, 可以用的retirement home, 即是說, 那些長者住在那裡。 一天三餐, 三餐, 起居飲食都在那裡。 剛好, 我太太, 我媽媽, 她不需要住retirement home, 但是, 她八十幾歲的時候, 就說要住。 唉, 她會叫我太太, 帶她去看看retirement home, 我們真是跟她去看吧。 真是, 我告訴你, 好恐怖, 十分恐怖, 難以想像, 那些長者在那裡住。 那, 終於, 我和太太和媽媽沒有住, 我還記得有一次, 去到其中一間, 空門那裡, 我們不斷走, 就, 有個, 那些, 姐姐, 跟她聊天, 就等一會問, 那些長者, 你, 你想要在那裡住嗎? 不要進去, 不如, 我來你這裡幫忙吧。 我覺得, Living Hell, 真是很準確地描述到, 這些retirement home。 100 year life, 現在香港很多人說, 一百二十歲, 其實, 一百二十歲, 沒有什麼科學根據, 暫時, 一般人, 活到一百歲, 很大機會的, 我估計, 現在, 在網上, 你都可以, 將你一些基本資料, 他就會告訴你, 你的life expectancy, 會是幾歲的了, 我說94歲, 我問過幾個了, 都是九十幾, 之間, 我估計, 我都會, 可能九十幾, 還會接近一百歲。 我告訴你, 我年輕的時候, 我三十兩歲的時候, 如果你問我, 會, 會, 生活到幾歲的, 我想當時, 我最多只會說, 七十歲, 我都不會說八十, 但是現在, 隨著, 科技, 健康, 各方面的條件, 尤其是, 有些年輕一點的人士, 你們個個, 超過一百歲, 很大機會。 好了, Hundred Year Life, 待會我會介紹一本書, 我看完那本書之後, 馬上寫了, 一連串的文章, 我都沒有寫過這麼多文章, 按一本書的。 深刻它, 就是七個字。 如果是Hundred Year Life, 你應該要做到, 無懼, 不要害怕, 無悔, 無悔, 無悔恨, 無限可能。 為什麼要無懼呢? 就是因為, 活到一百歲, 你有很大機會。 那本書呢, 就是講這個OECD Country的情況, 不是講發展中國家的。 OECD Country, 大部分的中產, 如果他真的, 活到一百歲, 是不夠錢的。 那個Saving, 加上政府也好, 公司那些的養老金, 公職金, whatever, 是不夠的。 所以, 生命是長了的, 但是, 你可能很害怕, 我最後的十年八年, 會怎樣的呢? 沒有灰了, 沒有灰。 所以, 這本書呢, 又告訴我們, 你活了長了, 就跟以前的人, 有一個最大分別。 以前的人, 就算有機會退休, 退休之後, 很快就離開這個世界。 但現在呢, 如果你有機會, 接近一百歲, 或者一百歲開外, 你退休之後, 還有二、三十年, 甚至三、四十年。 這樣呢, 你就會多些時間, 想究竟我生活, 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做甚麼? 我為何要活在這個世界上? 以前呢, 哲學家才可以想這些問題的。 現在, 我們普通人都要想的了。 那麼, 你要去問自己, 生命的意義是甚麼呢? 你才會感覺到, 當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是無悔的。 那麼, 我推廣Rewindement, 我覺得, 你只要Rewindement, Rewind了你的思想的話呢, 其實就有, 海闊天空, 無限可能的。 Hundred Year Life那本書, 是2016年, 同樣, 這兩個作者, 今年呢, 出了另一本書, 《The New Long Life》。 這兩個作者, 是倫敦Prisis School的Professor, 來的。 這個Linda, 我要講她的一件事, 來帶出信息。 她這本書出了之後, 現在有十幾種翻譯文字, 在日本最受歡迎, 當然有日本版啦, 有漫畫版啦, 前首相安符信三, 直接邀請了, 直接成立一個commission, 她自己做主席, 叫做Council for the Design of Hundred Year Life。 那些成員呢, 都是社會上的精英來的, 只有一個外國人, 一個外國人, 就是Linda, 請了Linda, 進入這個, 在日本裡的, 一個由手上主持的council, 去設計Huntry Life。 這個, 在退休博物館裡面, 其中一個東西, 就會碰到這些下樓老人, 下樓老人不是賤格下樓的下樓, 而是說她經濟環境差到, 但是有命長到, 變成她在萬年的時候很辛苦。 這本書就是, 所以說下樓老人的, 出了好幾本了。 而, 十年日本, 這個是出戲的名字, 大家記得, 香港有出戲, 又叫十年, 十年日本, 十年泰國, 十年台灣, 這齣戲裡面有六個故事, 其中一個很恐怖的, 講日本, 十年之後, 政府推出一個計劃, 給任何人都可以申請的, 一接受你申請, 立即給你一筆很大的錢, 你怎樣用都可以了, 你可以買東西, 旅行, 給你兒女, 什麼都可以, 然後呢, 到你七十歲那一年, 你就要去一個地方報道, 報道呢, 就好像一間酒店那樣, 帶你進一間房間, 讓你躺在那裡, 安樂死了。 那一齣戲呢, 就是, 主人翁呢, 就是講一些政府的部門, 那些公務員, 怎樣可以銷售這個計劃給市民。 這個Museum裡面呢, 我又會介紹一下, 那些年長的人, 有些什麼common illness呢, 包括那些 avoidable的, 和un avoidable的。 我又會介紹這件事的, 政府計劃, 不知道大家知道了嗎? 在將軍腦會上, 是組織一些, 比較年輕的長者, 提供服務給其他長者。 不一定是oo的, 但是, 總之是其他有需要的樣子。 這個計劃十分之好, 我正在支持他們, 擴展到全港十八區。 啊, 錢呀, 錢呀, 這些是要想的。 特別是要想, 你需要多少錢, 還有, 你應該留多少錢給你心愛的人。 學習, 不是life long learning, 是long life learning, 因為long life, 你一定要學習。 啊, 我們的refinement的idea, 就會, 建設別人, 創造income with impact。 好了, 差不多了, 最後, how to live forever, 這本書又是很發人心醒, 其實它主要是說, 我們人不可以live forever, 但如果你connect with younger generation, 就像我現在這樣, 你就會有機會live forever, through them, 跟他們分享你的wisdom, 和你的unfinished dreams。 OK, 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麼多了, 我現在創造了一間傳靈村, 好, 我把這個slide留在這裡, 作為我介紹的終結, 多謝各位。